CPUGPP年底生效 邓振忠 传达我国参加的诉求 政委邓振忠 国法会主委陈美玲赴行政院院会报告APAC成果 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忠 国法会主委陈美玲上午赴行政院报告今年度APAC执行成果 由于CPGPP所有成员国都是APAC会员国 因此邓振忠与陈美玲皆努力在会场中 表达我国对参与CPGPP的准备工作 CPGPP将于12底前生效 已经有7个会员国完成国内程序 邓振忠表示 各国了解到台湾有强烈意愿参加 不止媒体报道 政府部门也向他们亲自表达台湾想参加的意愿 他们都表示清楚地接收到了 邓振忠指出 因为今年底前生效 就可以当作第一年 进行第一阶段降税 明年就直接进入第二阶段降税 可以加速推动CPGPP 生效后 各国会讨论让新成员入会的程序 至于我国农业准备好了没 邓振忠指出 台湾整体农业竞争力大幅提升 农业进口国成了农业出口国 农业已经可以到了相当准备阶段 剩下一些个别项目 需要谈判处理 至于我国在ABAC会议中提出四项倡议 六项建议文字 是否会因为今年领袖宣言难产而受到影响 邓振忠表示 虽然没有领袖宣言 但其他议题都是有共识的 会持续进行 不会影响后续工作 另外 邓振忠也密切关注下周将在阿根廷举办的G20会议 美中领导人将渴望举行双边会谈 各国都要关心美中贸易纠纷后续状况